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总检察长周一向联邦法院递交诉状 起诉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总统后收受外国政府数百万的资金 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 鲍荣 请张你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白宫北面的拉法业广场 那么周一上午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卡尔拉辛 以及马里兰州的总检察长布莱恩·费洛西 是向马里兰的联邦地区法院共同提交了一份诉讼 他们称川普总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违宪行为 并且指控川普总统在就任总统之后呢 是收受了外国政府数百万的资金 该诉状引用了美国宪法的筹刑条款 这一条款是禁止公职人员接受任何国王王子 或者外国政府的礼物 薪酬职务或者头衔 该诉讼是表示说 川普总统拥有的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帝国 已经使总统深深的陷入一个 由国外以及国内政府组成的集团之中 并且破坏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的完整性 批评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并没有起到制衡总统的作用 今年1月份川普总统曾经表示 他正在将自己的资产 转移到由儿子这个艾瑞克·川普管理的 信托机构之中 以消除潜在的利益冲突 但是艾瑞克随后也表示 川普总统将继续定期收到 有关公司财务的最新消息 对此诉讼也指出 川普总统乎并没有履行沉默 和他的商业帝国划清界限 那么今天中午在新闻的发布会上 拉辛就举例论证了川普总统 与外国政府间的利益往来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举一个例子 沙特阿拉伯这个对于川普总统 有着重要商业和政策联系的国家 已经在华盛顿川普国际酒店 投入了数十万美元 这个酒店只是川普总统庞大的 国际商业帝国之一 而这个商业帝国卷入了多个外国政府的利益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没有任何人 包括美国总统 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没有人能够危害我们的民主 危害我们对制度的信念 那么据悉 沙特阿拉伯的政府 的确是通过中间人 不止一次预定了川普国际酒店 除了斯普吉亚的大使 四月份也在该酒店下榻 还在网上发帖称赞 科威尔斯大使馆之前预定了 四级酒店举办活动 但是后来改到了川普国际酒店 除了批评川普政府 可能从外国政府存在利益往来 沙特还表示 川普总统从总统职位中 可能得到了好处 川普总统向美国总务管理局 资用该酒店所在的老邮局 而沙特会规定当选官员 不能输用大楼 但是川普总统提出 增加总务管理局的预算之后 中文官在部川普总统 遵循了租约 沙特还表示 川普总统可能变相 在给各州施压 要求各州给他的企业 公共有利的政策 那么今天在白宫记者发布会 官员斯泰塞也表示说 川普总统没有违反筹刑条款 并且称自己诉讼 有党派之争的嫌疑 自己诉讼将交至 马里兰联邦地区法院 但如果联邦法官允许 也就是接受 这一个诉讼的审理之外的话 两位总检台长也表示出了 他们将首先通风执查 川普的个人纳税报 说承包单级的不量 它与外国的商业往来 但是案件最终 可能会还是最高法院的介入 华盛顿邮报 报道称华盛顿和南地兰州 提出这个诉讼 冒着很大的风险 因为两地都拥有大量的联系 雇员 如果川普总统 使用削减议算作为报复 就可能有可能 对两地造出巨大的影响 好的 谢谢鲍容在白宫的连线报道